我自己本身在中大的畢業生 我記得我讀中學生的時候 都沒有想著做研究 最後一年的時候就有個項目 那時候就是只看研究公開 這個題目是很興奮的 就是開啟腫瘤的醫療 當時香港是沒得做的 所以我只可以去讀研究公開 那時候就覺得很有趣 原來這個世界是會有人這樣想的 而且就會覺得香港沒有 說不定我可以去試試 如果我做得好 我可以把這個技術帶回香港 血管疾病其實是一個慢性疾病 隨著時間 因為環境、食物發展 有些斑塊 然後就失去血管 譬如心臟病 突然間心肌緊失 心臟病、心臟病、中風 都是因為這樣 到現在沒有藥物 可以令到這個失去的血管 是不失的 所以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最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在我讀 當時我們發現了 可以用RNA去治療心臟病 當時我們就開始做了 記得當時我是凌晨1點 跟我的拍檬 一起 因為我們有些時間點要收 雖然很辛苦 但會覺得原來RNA 真的可以治療心臟病 當時我們就吸引了 在Nature Bio Technology 之後這個研究 已經被藥廠 Moderna和AstraZeneca看中了 希望可以臨床 現在已經到了 第二次的醫療試 Moderna是怎樣用RNA去治療 COVID-19大家用它 改變RNA 就是從我們這個研究 其實研究的路 都是挺崎嶇的 打開一對門 又發現還有另一對門 這就是我們做研究的 經常會遇到的情況 主要研究中的挑戰 就是那些銷售是很難控制 要理解他們怎樣做事 然後在他們的機理裡面著手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想法 但真的要靠學生 團隊去做出來 所以他們都很好 他們很勤力 我們的氛圍都很好 研究其實是一個 不斷面對失敗的經歷 所以原來不是很多人 是接受到的 因為學生來說 他們會覺得 我做了一件事 我希望看到成果 即是立即會想到它有什麼用 但其實研究 尤其是醫學 是很長的路 即是發明一隻藥 不是一時三刻 是十幾二十年 所以中間是要不斷向他們 我的責任是 令到他們都有興趣 然後大家去努力